特别的换坏 准备计划中乔远达 车子能看到车子有空 不特别的相信能力 另外在高山的边上 很不断的这次小课程 原本说话呢 这种系统广告上的 丢队前面的非常复复的状况 今天大家有点注意 在高山的方向 在高山的一号中正 接着到附近的车 非常的正好 另外提醒可能会 在下方将 用中正接着到下来 可以说是大赛 洁平门道路好几段 都是不严重的 3.7.7天 中正接着两大 会一小会开架 所以可以的话 就叫做斯坦尔 都在这边 先下去会比较深长一些 在台旧线的边上 通灵不管呢 我们说是载动车 也是关于引渡车呢 再关心一下 单纯的车能 还是有状况呢 有落实呢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情况 有擦装呢 再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下令 在台 对更实力线的西冰派所限 这里的热烤机 可以侦测到有强烈的侧风 所以呢 经过这个路段 尤其是中心较高 我方有载送货物的好朋友 麻烦要小心留意他 不要打风吹了 这是有风险的 在新北市的泰山区 泰林路跟仁海路的交叉路口 这里目前是积水 周围堵车过不去 东雷纳 看情况 要不要等到这个积水呢 稍微的你确定 可以通过之后再过去 要不然贸然的 开进去啊 那很有可能就会抛锚 会有抛锚的风险 还是请大家呢 要小心的通过一些积水的路面 那么多的车 这是车子不是船啊 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1.2K 过了三重车多雍色 另外提醒您 在新北市的五谷 新五路跟中港西路的交叉路口 浩志灯四面都不会亮 那浩志灯四面不会亮 尤其是在交叉路口 如果你待会会经过 新五路或者是中港西路 都要注意 都要赶紧 这就我们把焦点看到 新北市的三峡区 中正路的圆环 也可能你很熟悉啊 周边呢已经堵车了 因为我经历是浊水 有积水的状况 在台北这里呢 要特别小心是 巴德路跟延济街的交叉路口 因为浩志灯不会变换 巴德长绿 延济街长红的状况 已经通知相关单位 赶快前往关心 在台热线这里 北部滨海线往西 102K 也就是在俗龙路段前 车多雍色啊 速度维持五公里左右哦 这样子的一个天后的不稳定 还要前往海边的朋友 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啊 以免呢 这个细学的时候发生一些状况 还是提醒大家 多多小心 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 落地地哦 在台六四线双向这里 目前也是辛苦哦 准备借国一五谷交流到这里 车流规度大约1K 有一公里的车阵 一公里的车流 就在台六四线双向 准备借国一五谷交流到这边 所以呢 可以提早闪避 提早规划一下您的行车动线 可以帮您闪过一些庸色的路段 好的 看下来的朋友要怎么样呢 那唱唱歌或许可以帮您提提醒 或者是呢 可以喝口水喝个饮料 吃吃东西 好 不管什么方法 不要睡着了 专心开车嘿 那当然不要一边来滑机啊 滑手机啊 玩3C产品啊 都是比较危险的哦 男人KTV 哎呀 请委 我们最后会来请啊 好 文心的歌曲 叫优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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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